到宜蘭關懷在地創生 只是現階段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內心可能也需要關懷 畢竟高鴻安涉探案 對黨內造成不小傷害 高鴻安不讓柯文哲難做人 判刑當天被停止 火速退出民眾黨切割 也在市府公務群組發感新聞 他說市長職務暫時需要被停權 並由邱成遠代理市長 自己先離開群組 也叮嚀各局處 要全力協助他推動市政 但原本停職期間 高鴻安能領伴奉的本心 內政部強調 政府打擊黑金的態度 決定連伴奉都不給了 高鴻安涉探案的後座力 民眾黨也要開始擔心罷免案 加上藍綠助攻不能不有所準備 傳出黨內已經開始討論人選 柯文哲鼠疫的可能是妹妹柯美蘭或黃國昌 對備案人選閉口不談 那藍白盒有機會嗎 命區還會選擇藍白盒嗎 來 賭齊這邊 這邊 哪一盤 你們呢 只要一次把它問完 高鴻安涉探案退檔才是開端 真正的藍綠白角立戰才正要開始 TVBS新聞謝永睿 李宗澤 宜蘭新竹 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 All Win TVBS大運動家